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立歌出口秀 童年是一个最纯真的年纪 也是最愚蠢的年纪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童年的故事 那一年我八岁 我弟弟七岁 过年的时候 我爸给了我五十块的压岁钱 让我上街买东西 五十块对当时的我来说 那是异地巨款 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我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小学生 于是我就带着我弟弟 走到了一家其餐厅 我点了一份牛排披萨 觉得可能要消费二十元 还有一点心疼 等到结账的时候 我也没看账单 其实当时认识字也不多 我就甩出了五十块给服务员 就在我等服务员给我找钱的时候 老板冲了过来 还得加五十 哇当时是花了一百多 没有钱呢 又不敢喊爸妈来 于是老板说 那你跟你弟弟就给这刷盘子嘛 后来我跟老板提出条件 我说这样 要我弟弟先刷我回家求钱 老板答应了 于是我一路狂奔回家 找到了我爸 但是我什么也没说 后来家里人发现弟弟不见了 找了整整一天也没有找到 马上就要报警了 我才带他们来找我的弟弟 只见我弟弟在那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跟着刷盘子 当时我都笑抽了 我笑了一会儿才发现气氛很诡异 我爸瞪着我 恨不得把我劈了都 我刚想跑 我爸一把手就把我抓住了 后来我的脑海里 只剩下我爸的拳头和我的惨叫声 再后来呢 那件事就散开了 在邻居眼里啊 我就是一个吃白食的 还专门坑别人 后来我长大 约邻居家的一个女孩一起吃饭 带她来到了一家西餐厅 全程我们吃的是非常开心 但是啊 在吃一半的时候呢 我想上个厕所 结果那个女孩拉着我 死活都不让我去 我需要上厕所 这属于生理问题吧 我无法控制啊 我就跟她说 我一会儿肯定回来 结果姑娘给我来了一句 你不用跑 我身上有钱 别想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洗盘子 这个时候啊 大家可能很同情我弟弟 因为啊 只有他一个人独自刷了一天的盘子 其实我那个弟弟根本不值得同情 上小学的时候 我跟我弟弟在学校里踢球 他把交车的玻璃给踢碎了 老师把我们抓到 要我们承认错误 我就等着弟弟说他错了 结果他什么都没说 老师让我们从演犯罪的过程 我一看 这是让他认错的好机会啊 我就指着球说 弟弟啊 咱们踢球吧 这时你看我弟弟咋出的 哥 我们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 不能做损害公务的事情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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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本期立刻出口秀到此结束了 兄弟们下次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